攬炒罪證系列 社民連刪帖搏洗底 搏街批畏罪被窄逃賣慘 多次散布煽惑言論 頻頻歐年外部勢力的反中亂港組織社民連 多年來經常在其網站及社交平台 散布不同的顛覆口號 不過社民連主席陳寶瑩 在今個月十七號 突然在社民連Facebook發帖 稱社民連在強大壓力下 被迫刪除被指涉緣違反香港國安法的網上貼文 又說詳情無法透露等等 故弄懸虛 與此同時 卻又揚言會繼續發聲 自打嘴巴 社民連反政府意識強烈 卻又扮演成受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形象 駁取公眾眼球 多名成員曾經在不同場合宣揚暴力 破壞議會生態 煽動市民參與非法集結 社民連創黨主席黃毓民 在擔任立法會議員期間 曾多次在會議上高聲萬馬 甚至將言語暴力 演化為肢體暴力 場面不堪入獄 2021年4月15日 社民連前主席黃浩銘 當日火同幾名亂港分子 前往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2021開幕典禮 鬧市 沿途不斷叫喊反中亂港口號 又在會展附近讓熱愛國者 荼毒下一代 公然抹黑中央 和香港愛國愛港陣營 除此之外 社民連和反華勢力 亦聯繫密切 其成員 不僅曾收受 壹傳媒集團前主席黎智英 提供的款項 更有人為十二圖犯案中的罪犯 提供窩藏地點 社民連 諸如此類的反中亂港行為 多不勝數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吳亮星對此表示 社民連聲稱會繼續發聲 卻又匆匆刪除鐵文 完全是講一套做一套 修例風波期間 社民連成員 曾經常現身各處暴動現場 叫喊反中亂港口號 以涉嫌違反國家憲法 他希望執法部門掌握證據後 迅速採取行動 取替反中亂港組織 制止和港惡行 立法會議員陳學峰表示 如果社民連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仍以鐵文散播有關主張 明顯以涉嫌違法 執法部門絕對有責任 依法執法 奉勸社民連不要再發帖 挑戰法治底線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傅建辭指 社民連在社交專業上賣慘 刪除過往大量煽動性帖文 真正的目的是想逃避刑責 試圖毀滅 涉嫌犯罪證據 阻礙警方的調查 他認為 社民連可能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的 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 敦促有關部門 嚴正執法 正本清完 彰顯法治公義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